大家好我是文鳳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我們 江炳倫文國11月9號意外的提早釋出的貼文 這個貼文的來源是在我們法國的江炳倫文國官方的推特 與我們台灣的時間11月6號的下午6點 這個圖片有提早釋放出來 還有相關的貼文 目前的話這個貼文是暫時先撤掉了 就是我發片的時間他是撤掉了 那預計可能會在11月8號或11月9號的時候 相關的貼文又會重新再刊登 所以這邊如果我在發影片的時候 官方有要我撤下 那這部影片就會把它撤下來 但是因為國外其他江炳倫的友台 就是 大家都有發 所以我就想說 友台都有發呢好吧 那我就發吧 因為他們比較傾向於是 這次官方釋出來的東西 但是官方後來撤下了 這東西也是可以公開的 因為就算我們不公開 其他論壇好像也都會講 所以這邊就是直接先來放影片 就是我們自己來小偷跑一下 那如果到時候官方要我撤 那我就撤 那如果真的撤下的話 就等中文的貼文我一併來做更新 但是如果 就是這個影片沒有要我撤下來 那中文的貼文就不更新 跟各位來講一下 那這邊的話首先就是我們Betterfall相關的服裝 服裝也會登場了 接著另一個的話是有Betterfall相關的英遊模式 我們之前英遊模式只有那個 BTS 那這一次的話是有新增的這個Betterfall 他叫做RUN Betterfall RUN 這個圖片我覺得蠻可愛的 然後再來本來跳舞的地方都是我們BTS餅乾嘛 那這邊的話直接變成Betterfall的成員 他可以直接來跟這個跳舞 OK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新增的服裝還有英遊模式 Betterfall 然後接著另一個是那個大亂鬥復刻 那這一次大亂鬥的競技場雕像是Betterfall相關的雕像 大亂鬥的話他目前的話是踩3隊的PK 那到時候可能就是三戰兩勝制應該規則也是沒變的 就看官方到時候的公告為主 那目前有看到就是說應該是其中一方贏得兩次 那就會獲得相關的比賽嘛 因為格子的話只有兩個 所以應該也是初步的是三戰兩勝制 然後再來第四個 是我們的馬卡龍餅乾 那馬卡龍餅乾的話這個就算是我們這一次Betterfall改版的新餅乾 目前看到是魔法型然後是中牌 相關的技能也是要等官方之後有釋出 那我們再來做更新 以上就是目前整個相關偷跑小小的貼文 對我第一次偷跑有點害羞 那就看到時候官方的決定怎麼樣吧 因為真的有台好多人大家都就是都發了 然後在直播的時候其實也有人講說好像 絕對發了好像也沒關係 因為畢竟這個算是官方的小小出師 那真的啦 如果到時候官方跟我講了那我再測 如果沒有的話就不測了好嗎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就期待11月9號的更新 那我是BON 下部影片見 掰掰